市长吴嘉贤日前出席的华联市原住民妇女干部会议及会长新就任交接典礼 市长很感谢训任会长梁淑琴她努力付出 同时也期盼新任会长林春莹接班之后可以持续推广文化传承也开创新局 更勉励妇女朋友们要能够持续吸取各项新知热心参与部落事务 发挥原住民妇女在部落的影响力 华联市原住民妇女干部会议首先进行新就任会长交接仪式 由市长吴嘉贤颁发新任会长林春莹当选证书 同时也颁赠感谢转给现任会长梁淑琴 感谢她协助推动市政热心公益 市长吴嘉贤表示 公部门资源有限 需要和部落妇女一起携手深入部落来倾听新生和需求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邻居共事为部落服务 让部落女力发挥最大效益 我们要非常谢谢我们梁会长过去对我们妇女干部 还有原住民族群的一个努力 让花莲市的一些课程 还有一些部落的妇女干部 都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可以参与 那我们今天也新上任的林会长 我们也期许未来在林会长推动之下 也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好成绩出现 那我们更希望说所有姐妹们也要同时注意到 花莲市公所开办了各项我们的课程 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们一起来参与 我们办各式各样像面包的课程 像手作的课程都非常有趣 而且还有一些证照的课程 那欢迎我们所有有兴趣的原住民朋友都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再来就是我们希望说未来各个部落聚会所 回到部落一起来为部落打拼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 涉ired室 这边本 carveいた Initiative outube раск 编 ksi